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今日发文告表示 在第33个疫情中有778人属于第一及第二组别 另外20人则属于第三第四及第五组别 同时通报三中死亡兵力 分别来自古静一中及失屋两中 沙拉越副总理兼沙公共卫生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南都市里沈桂贤表示 沙政府正在思考未来是否效仿澳洲做法 对拥有房屋却空置着进行罚款 以杜绝炒楼投机活动 确保人人皆有能力购买房屋 达到沙拉越家家有其物的目标 沈桂贤透露 其已指示沙房屋发展机构计算沙拉越人口与房屋需求 如果房屋数量多过需求意味着出现投机炒楼的问题 他也以澳洲为例 若购买房屋却不住 每年需缴付2万澳元 换个焦点 沙拉越州议长拿督阿斯菲亚表示 巴督铃当州议席没有悬空 因此无需举行补选 阿斯菲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 他是在今年8月12号 接获巴督铃当区州议员施志豪 表明辞去沙全民团结党党籍信函三天后 才接获沙团党主席拿多斯里黄顺格的信函 并附上据说是施志豪签署的承诺书 然而有关承诺书原本应该要在2021年 12月3号当天起的15天内交给沙州议长 以迎合当时12月18号选举日期 可是该承诺书却在今年8月15号才交到他手上 阿斯菲亚解释 在12月宪法第17-7-A条文下 乃适用于任何人自愿向议长做出书面承诺 不会辞去所代表政党或者当选州议员时所属政党的党员资格 否则将被取消州议员资格 其议席也会被寻空 因此他表示无法判定施志豪退出沙团党后 需根据该条文而被取消州议员资格 沙拉越民智党宣布在来届国选角逐四个国会选区 及古静、马释迦丁、普罗州高原及西联 并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宣布候选人名单 商民智党总裁徐丽娜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该党已经有钱的候选人角逐这些选区 徐丽娜说 若这四个选区和其他反对党重叠 该党将会抱持开放态度和其他反对党协商 以减少多角战的情况发生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